作曲 李宗盛 PlayMac 說什麼好? 哪裡好玩?我們去玩! 計上次飛上海旅行,今次我們又飛到哪裡? 提到標題都知道我們今次快閃首爾四日三夜 我們在這85小時內,會去重返舊地 去雲大、明洞 還開上一間CP值很高的酒店 再去到江川滑雪 還去看看韓國物價和必買手信 想知道首爾經過幾年後有什麼變化? 記得跟我們出發! Let's go! 這次我們會搭凌晨機去 爭取多點時間玩 原定起飛的時間是凌晨1點半 但因為一些原因,延遲了20分鐘才起飛 是時候休息了 終於降落了 凌晨機關係,入境人數不多 反而準備出境和等的人很多 整個大堂都創滿人 睡醒時有點肚餓 不如去便利店買個很久沒吃的韓式飯卷 先去便利店買個很久沒吃的韓式飯卷 但我身上只有現金,唯有用回人工買票 唯有用回人工買票 唯有用回人工買票 現在只有2-3度,但羽絨又在行李箱裡 即刻衝上旅遊巴,當堂暖回來,好舒服 話這麼快,我們便來到雲大地鐵站下車點 經歷了幾年的變化,這裏感覺完全不同 面貌都變了很多 唯一沒變的是,每次2月來韓國,都是超級冷 我們今次住的酒店,很近雲大地鐵站 正正在1號出口附近 走大約幾分鐘便到 而對面正正是超多人的雲大步行街 晚上肚餓,下來吃宵夜都沒有難度 我們時間上早還未有得Check-in 所以,先維持行李,再去滑雪 我們便報了KKD的韓國滑雪一日遊 而滑雪場是伊利希安江村 距離首爾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整個一日團是包了導遊 來回交通,滑雪裝備,吊車證,基本教學 洗費只需550元 雖然韓國雪櫃快結束了 不過,你們可以預約住 留在年尾,雪櫃開始時去呀 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下面的資訊欄 滑雪出發前那天,便會收到集合訊息 內容會提及集合時間,地點等等的資訊 而集合地點,分別有雲大和鳴洞間 去到集合地點,便會有職員迎接 開車頭10分鐘左右,教練便會說一說滑雪場地 以及安全等等的訊息 全程用普通話,溝通無難度 旅遊巴都坐得很舒服 最適合滑雪前後睡個靈覺 大約一小時左右便會來到租借滑雪服 護具,頭盔等等的地方 服裝款式都幾多,沒有分男女裝 只是分了細碼至加大碼 另外還有同裝供應 首先選擇自己適合尺寸的外套和褲 之後職員便會按大家頭的大小 幫大家戴頭盔 租借頭盔是20,000W 沒有自己施貨的話便一定要租借 衛生問題,建議大家戴好頭巾 另外現場還可以買滑雪手套、滑雪襪等等 因為我們自備了便沒有買了 換好所有東西後 一次過彼此便可以坐旅遊巴等 而這裏,坐到滑雪場大約十多分鐘 伊利希安江川滑雪場 是一個度假村,旁邊有酒店 所以一團人裏,有些滑雪的朋友 今晚會住在這裏 過去滑雪前便會載今晚住的團友放下行李 安頓好再去滑雪場 來到滑雪場門口 會有其他一日團的團友 入場前先拿吊車證 方便一陣坐吊車上山 之後就跟著教練拿滑雪裝備 包括鞋、滑雪板 這裏人都是超多 而且很混亂 比較特別的是 換完滑雪箱後 自己穿的鞋是不需要放Locker 直至放在櫃頂或桌子裡 如果想放Locker的話也可以 不過就要對此造用 因為Locker和環滑雪箱都是同一個地方 所以地面超多水積 大家記住要注意安全 拿好自己尺寸的鞋馬後便可換 同樣都是衛生問題 建議大家一定要自備一次性鞋套 或帶多對襪羹換 準備滑雪吧 每天團系包了基本教學 例如姿勢、撒停、加速減速、轉彎、跌倒方法 以及跌倒後站起來的方法 全程普通話或英文教學 我們重溫了基本教學 便開始自由活動了 整個滑雪場一共有10條滑雪道 其中8條是初中級滑雪道 而難度相對其他滑雪場低 初級者主要是搭A1和A吊車前往滑雪道 A1的滑雪道可以來找回滑雪的感覺 之後再坐A吊車去到整條滑雪道A的中段 波度不會太高 大約1分鐘左右便滑至起點 當中還有3個少少的斜坡 增加難度和刺激 滑雪道大約中 滑雪球後可以打卡影照 又吃夠了,便繼續滑 其實滑A至多段色 還要把V-8的滑雪道到A 抬頭上山頂,見到S型的滑雪道同樣有A線 不過就要乘 B 吊車上山 越近山頂越緊張 感覺滑雪度很斜 上山頂還見到另一條 B 線 嘩! B 線直到滾下去 不是滑下去那麼簡單 而山頂滑下去山腳 A 線斜度比較高 如果你們會去的話 記住量力而懷 因為途中我們都見到有人受傷 需要在場救護員幫助 真是滑到累了 砌一下雪人雪套 不過因為天氣開始回暖 雪質比較乾硬、似冰 也有雪開始融化 整體我們都覺得滑雪場不錯 滑度選擇多 但休息的地方都比較少 環狀的地方比較髒 沒有人打理 不過除了滑雪之外 這裡都可以有稀雪的地方 適合不想滑雪的一家大小親子落 晚上我們回到雲大 高人氣的Terra Gimba 主打紫菜包飯 餐廳24小時 紫菜包飯款式很多 有烤肉、金鎗魚、Bagan等餡料 還有年糕、餃子、拉麵、半飯等美食 我們都點了一份蟹肉盆、提奶紫菜卷 和原味Bagan紫菜卷 份量多又好吃 而且裡面加入了滿滿的蛋絲 兩個人分享是剛剛好 不過蟹肉紫菜卷加了紫蘇葉 影響了少少味道 吃完晚餐之後 馬上開箱酒店給大家看 我們入住雲大地鐵站1號出口附近的L7 雲大酒店 真是超近地鐵站和雲大步行街 短短幾分鐘便走到 Check-in大堂是在21樓 同一層有餐廳、遊食區、櫃櫃桌、 印賓售賣機等等 標準雙人房 平均一晚1000元左右 打開房門面積不大 只有24平方米 不過房間雖少,但誤狀俱全 可以打開兩個29吋行李行李行李 還送Welcome drinks 和小食 1.3米的床褥蠻舒服 每日晚都睡得很軟 需要大轉插起充電 感覺就不太方便了 臨浴間熱水充足穩定 打開窗簾 觀景都可以看到雲大步行街 以及車來車往的馬路 高樓大廈 雖然很近馬路 不過我們住了幾晚 都覺得隔音做得很好 沒有噪音 如果你們想知道明洞和雲大的變化 究竟最新手信買什麼好 還有物價指數 記住留意下一集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訂閱 SHARE 和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